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是在新卫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讲的是 2022年美国政府公布的 绿卡和签证批准数字 以及绿卡排期 对于绿卡排期 大家都很关心 最近几个月 职业移民的绿卡排期 前进相对比较缓慢 但是总体来说 还是有不少好消息的 为什么呢 因为职业移民的绿卡名额 在上一个财政年度 2021财政年度 就比往年增加了很多 过一会儿在数字里 大家就可以看到 另外在今年2022财政年度 也是一样的 职业移民拿到了 比往年要多很多的名额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疫情 亲属移民在境外 很多亲属是要在美国以外 办移民签证 他们处理速度受到影响 为了不让绿卡名额被浪费 美国政府在去年以及今年 都大幅度的提高了 职业移民的绿卡的配额 那么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数字 根据美国政府 最近刚刚公布的官方数字 在2021财政年度 通过EB1类别 包括杰出人才和跨国公司经理 这方面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有9000多人取得了美国绿卡 那么EB2类别 包括NIW国家利益豁免 和雇主支持的PORM类别 一共有6000多中国申请人 取得了绿卡批准 EB3类别这样的技术移民 也有5000多中国人取得了绿卡批准 所以简单来说965很容易计 那么这个数字在往年 因为我们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关于这个数字 往年一般是622 就是说EB1类别6000多人 EB2和EB3类别都只有2000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去年是965 今年预计有可能比去年还要多一些 所以批准的中国职业移民数量 EB123类别的将近是 平常年份的两倍 所以虽然排期前进暂时有一些停顿 但是因为有的人说 排期虽然前进了很多 但是所谓的假排期 因为前进了移民局收了很多case 但是不一定都处理了 那么现在他放进门的这些 有更多得到批准 那么接下来过一段时间 有可能排期还能够取得较大的前进 这个是中国申请人的数字 那么在全世界范围 大概是665 是这样一个数字 就是说EB1类别 全世界总额有6万多 这个取得批准的 然后EB2类别 也有将近6万人 EB3类别有5万多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大家看一下 加起来就有将近20万 这个比平常年份要多很多 那么这里面 批准的印度人比中国人更多 为什么有的印度EB2 EB3类别 说排期比中国长 他们的优先日期早 所以批准的多一些 但是印度的EB1类别 也比中国批准的多 这是为什么 来自中国的学者 专业人士 可能比印度的多 但是印度还有好多人申请的 EB1C跨国公司经理 这一点我们看到 现在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比以前办理L1A跨国公司经理签证 和EB1C这类绿卡的人 比以前要多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我在美国开一个子公司 经商 这一点不但能够拿到绿卡 而且对于事业发展 对于有更多的收益 也是有利的 所以越来越多人愿意尝试 但是坦率的说 比印度人还要差得远 所以这一点应该说 还有很大的增长的潜力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投资移民EB5 有很长的排期 而且还有好多不确定性 所以如果说同样 你有这个钱 那么可以考虑 要么你在中国已经有公司 或者办一个公司 然后在美国开设一个子公司 当然这个不限得 适合每一个人 很明显 但是同样EB5 投资移民也并不适合每一个人 对吧 那么这一方面 也是一个商业机会 如果你有资金 有条件的话 那么这里说的是绿卡的数字 中国的申请人EB19000多 EB26000多 EB35000多 大概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另外的 还有就是这个签证的数字 那么刚才这个绿卡 说的是EB123 EB5类别 因为中间有好长时间停顿 我们知道 所以一共从中国 拿到移民签证的 只有900多人 另外还有600人左右 将近600人 在美国通过EB5投资移民 提交了485 拿到绿卡 一共是1000多人 那比前面的EB123类别 要差好多 是吧 坦率的说 我们其他也写过一些文章等等 那么已经在办了EB5的 有可能还可以 那么现在在办EB5 大家也都知道 有各种各样的限制 漫长的排期 各种不确定性 另外是所谓非技术移民 这个我们就不多评价了 因为各种原因 但是我们就提供一个数字 就是说EB3类别的 所谓非技术移民 过去一年里 全中国只有20多人取得批准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非移民签证的数字 过去一年里 全世界 包括美国使领馆等等 在2021年 也还受到疫情的影响 因为疫苗也是2021年 春天以后 才逐渐普及的 美国使领馆的签证 也是在2021年中间 才逐渐放开的 但是还是有较多的人 取得了美国签证 一共有超过10万的人 从中国大陆的各个使领馆 取得了美国签证 这里面有90%左右 都是留学生的F类别的签证 占了9万多 在10万多里占了9万多人 所以这是一个 基本的数字的情况 那么从这里 我们有什么样的总结 就是说 首先我们看到 美国政府 还是在大力的鼓励 支持 吸收职业移民 从EB123类别 来自中国 以及全球的数字 我们就可以看到 美国仍然是 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家 而且每年 也吸收很多的职业移民 另一方面 对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仍然 取得美国签证的人 还是很多的 我们可能看到过 有的简体中文 网上有文章 说谁谁谁 这个人 那个人 从某一个学校 没有拿到学生签证 这个个例肯定是有的 对吧 加起来说 有几百人 一千人 也是有的 但是总体来说 在同时 我们看到 全面的情况 对吧 那么过去一年里 在中国 就有9万多人 拿到了留学生的 F类别签证 因为这个签证 一般是5年有效的 所以对于 已经在美国上学的人 一般来说 他就用不着 在办新的签证 好 我们这个视频 总结了一下 美国政府最近公布的 发给中国申请人的 以及全球的 职业移民 绿卡情况数字 以及签证的数字 那我们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在过去十几年里 帮助数千位 来自中国的 各类申请人 取得了绿卡批准 还帮助很多人 取得了各类签证批准 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